就是看看我們現在在課館以外的東西 我們很多時就認為它就是課餘活動了 什麼都可以玩的 但是我們會看一下每一個年齡的階段 我們都不可以說每一個都玩得的 所以我們在這個探討裏面就看一下 在我們小學階段我們有什麼動靜的課餘活動 能夠適合我們年齡階段的 他們就做了一個足球 以足球來做主題 還有我看到他們是以靜態的書法做他的主題 令到他們動靜可以做些什麼 我也發現有些同學因為玩過一次足球之後 就很開心了 開始就喜歡了足球 而初小組和幼稚園組 他們分別就以閱讀來做他們的專題研習 我們很多時都會說閱讀很悶的 上課已經看了很多書了 現在又要看 但是我們會發現 閱讀原來是培養我們各種能力的開始來的 如果我們不會閱讀 那我們就不會理解 也不會分析 文字又學得少 什麼都不知道 所以我們就從小開始就培養這個閱讀 這個興趣 希望同學能夠在多方面發展 這個就是我們這個小期活動 為什麼要這樣設計的目的 你們已經進行三個星期了 你們又覺得怎樣 我們很喜歡 雖然有點辛苦 不過就感到很有興趣 還可以學到其他方面的知識 謝謝 不要說那麼多了 不如現在就仔細開始我們的匯報 好 好啊 我們就回去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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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早上 大家好 很歡迎各位嘉賓 嘉賊 我們老師 和同學 參加今天的匯報會 剛才你們聽到 解釋這個匯報會的設計 和他的目的在哪裡 你們同學也都很開心 參加了一個小期的活動 那這裡 給我一個好感想 沒多久之前幾天 我們和家長有個溝通 得到的訊息 起碼我們知道 為看著我們眼前的弟弟的成長 每人都付出一個心血 每人都付出一個期望 每人都在努力 而我們的弟弟一定會反映 他們對大家的一種工作 期望和生活的一種回應 我手上剛才有三份同樣的節目 在我進來大衛林的時候 三位小朋友很開心 走到家前 背人的將來 我收光了 一個很好的表現 就是我們的弟弟 我們的學生 或者我們的子弟 他們都很用心 去反映一些東西 在他們的過程 三個之中 一個很重要的階段 而在我集中 他們得到三個上的啟發 好像我們前來所說的 我們所注意的是 學生的反映 不是一定要他的成績 成績需要一段時間的積累 反映就是 當前他的一種個人對事物的感應 一種行動 一種表示 在這些過程之中 我們會看到 小朋友的成長 因此我們要看到 他們需要什麼 我們要幫他們 他們必一做不到的地方 我們可不可以 介紹給他們 協助他們 以及他們得到的成績 我們應該怎樣去看 不只是我一個人 我們的老師 我們的社會 我們的家長 我們所有關心 這個小朋友 包括整個自然界 地理環境 歷史環境 以及等等一制 經濟、教育、文化 等於我們的老師 用他們的多年的經驗 和豐富的學識 和一種關心 設計一些暑期的專題教育 拍攝透過這些設計和合作 使得我們小朋友 在生活之中 學了很多東西 在學習的時候 是一個愉快的生活 在這個生活裡面 培養到一種個人的特質 它的特性 和它的氣質 比方 參加活動的時候 這種喜心 這種接受 這種欣賞 這種欣賞的人 這些生活 就是我們每一個市民 希望得到的 所以在這種設計之中 我很多謝老師的心情 和老師的經驗和智慧 固然有很多可能值得批評 或者值得商討的地方 但是不要緊 我們想合作的時候 就發覺到 我們需要別人的幫助在哪裡 我們能夠開心合作 所以今天很希望各位家長 各位有賓 我給我們一些指示 這個指示 我們會因應著需要 去和大家一起合作 在這個合作之中 我們兩個 即是老師 和學校 和家長 社會人士 共同成長 我們希望 知道用這個方法 能夠將我們小孩 帶一個更加高的境界 學習的境界 成長的境界 也都希望 透過這種合作 我們認識到我們小孩 真的需要他什麼 不是我需要什麼 是小孩 需要什麼 因此我們幫他的設計 去成長他 使得他能夠 或是一個更好的童年 比方 但不要記上 做父母 真的開心 見到小孩 不同了 不同在哪裏 不是他不會癒 而是懂得癒 之後 應該怎樣做 不是他不懂得去做事 令到你不開心 你懂得去做事的時候 更加表示 你做父母的 更加應該關心他 有他的學習的成果裏面 好的我們要欣賞 不好的 我們更加應該 費心 怎樣和大家 老師一起合作 來使用更好的成長 這是我們教育工作 最重要的是 不是在他成功 而是幫助他 在成功之中 所經歷的過程裏面 失敗的時候 我們怎樣 不失敗的時候 沒有成績的時候 怎樣 有成績又怎樣 和大家相處的時候 也是怎樣 這是我們研究 和我們努力的方面 所以今天的匯報 我覺得很開心的就是 我們能夠走遲遲到路 告訴大家 我們怎樣走 希望我們壓著 得到上次的祝福 和大家的支持 多謝大家 和大家分享一些 關於我們這個專題研習裡面 我自己有一個感受 我記得在三數個月之前 有一天校長跟我說 他說 我昨天看電視的時候 發現了台灣有一間學校 這間學校的理念 和我們學校很相近 校長說 郭先生 你可以幫我找這間學校嗎 我說 好啊 試試 結果我們在網上 搜索不到這間學校 然後我們也和我們的主任 老師 也去看了這間學校 是台灣 大家都會聽過很出名的 新聞大師 佛江山 新聞大師 他扮的一個學校 當時我們去到 看到的時候 我們 覺得有很多啟發 我們發覺 這間學校的同學 他們很活的 他們學的東西很活 他們的老師 一起去 為同學設計一些課程 他們的家長和老師 大家走在一起 當時我們覺得 沒錯 辦學應該是這樣辦 我還記得當晚 我和這間學校的校長 聊得很晚 我們大家一邊吃飯 一邊聊 我們在想 究竟應該給我們的 下一代是甚麼教育 我們做家長的 做老師的 究竟應該怎樣 培同我們的學生成長呢 這幾個月 我們的老師 為這個學練班 設計了很多 我自己也是人父母 這次的學練班 給我一個很深的感受 就是 我的小朋友 回到家裡的時候 他不需要我叫他做甚麼功課 是他回頭來問我 他說 爸爸 那個字我不懂得怎樣打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我怎樣打 他追著我 叫我來教他 然後他說 拍了一些照片 燒碟 不懂得燒 怎樣可以把它燒到光碟裡 然後我又教他怎樣燒碟 怎樣在他的相機 拿一些照片出來 就要教他怎樣拿照片 然後他再問我 做PowerPoint 我不是很懂得做 我想很多在座很多家長 開始和我有同感 開始在笑 已經是 回到家的時候 是給自己的小朋友 迫我來做功課 告訴我 你今天你要教我些甚麼 我有些甚麼問題 還有 出完去 參觀完 拍完照之後 回來和我說 有甚麼方法 可以令到 整組的同學 大家一齊 來分工合作呢 應該怎樣分工呢 跟我討論這個問題 我說 咦 我的小朋友開始變化了 開始長大 他開始思考一下 應該怎樣組織一些事 怎樣做一些事 我自己作為家長 在這次暑假來說 我覺得 是頗開心 是頗開心 因為 我看到我自己的朋友 他打電話給我 另一家學校的律師 他打電話給我 他說 你這個契仔 還不肯做功課 你可不可以給他電話 來罵他 幫我罵他 我說 這個有點困難 有點難度 因為 這樣不是說 我一定可以幫得到手 但是 我看回我自己的小朋友 是 他會跟我說 我現在想做甚麼 想做甚麼 在這方面 我看到 校長對我們的指示 他告訴我們 這樣去做 我看到 好像一條 比較不合的路 是 令到我們 那個學習方面 那個層次不同了 我期望 我們的老師 亦都能夠欣賞到 我們的同學 在這方面的主變 也都 在這裏 接著這個機會 我很感驚我們的老師 因為 很明白一樣 就是 如果只是一個 普通的過程 老師是要輕鬆很多 但是 老師要設計這麽多的東西 很多時候 下午還要開會 很多時候 老師 上完課之後 還要幾個 大家集在一起去討論 明天我們要做些甚麼 下一步要怎樣做 怎樣安排同學等等的事 老師在這方面 是付出了很多新夢 我再一次在這裏 多謝我們的老師 也都期望我們的同學 有一份感恩的心 多謝校長為我們 有這麽好的指示 以及我們的老師 為我們做了這麽多的事 好了 在這裏 最後我都多謝我們的家長 因為我都相信 我們的家長 如果沒有任何付出 沒有你們一起參與 我們的同學 也都不會有 一個很大的進步 在這裏 我期望 待會我們的同學 給我們一個很精彩的回報 給我們 多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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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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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每天都會從講故事 開始 並根據故事的內容 來開展相關的活動 除了由老師講故事之外 我們還會請小朋友做小老師講故事 此外 我們每天都會有一段時間 安排小朋友到圖書角度閱讀圖書 培養他們對閱讀和文字的興趣 除了講故事之外 我們還會根據故事的內容 來進行各種角色扮演活動 除了各種角色扮演活動之外 我們根據主題 還設計了一連串的活動 包括有出外探訪 對動物園探訪小動物 關心婆婆和婆婆聊天 探訪老師 到三校探訪大哥哥大姐姐 到四校和一校探訪小朋友 分享活動方面 我們設計了送愛心蘋果 請小朋友在家裡 帶點愛心蘋果回來學校 送給我們尊敬的老師 表示對老師的尊敬和關心 除了尊敬思像之外 我們也請一校的小朋友 帶食物回來 帶四校和四校的小朋友 一起舉行 夏日聯歡大派對活動 目的是想小朋友 享受分享食物的樂趣 為了這個活動 老師也教小朋友 親自動手做啫喱 帶去四校 請四校的小朋友吃 而四校的小朋友也很客氣 親手做了雜果沙拉來請我們吃 為了多謝四校的小朋友 於是我們邀請他們來一校 分享我們的游泳池 和我們一起結伴唱友 雖然我們只有三個小小的游泳池 但我們同樣玩得很開心 經過一連串的活動之後 我們兩家校的小朋友 成為好朋友 他們都願意把自己心愛的玩具 在家裡帶回來 和小朋友一起分享 藝能發展方面 有四校小朋友的恩手掌畫 你看一下 一校小朋友正在欣賞著名畫 還有他們的藝術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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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種的音樂活動 各種的音樂活動 老師還設計了寵物美容院活動 讓小朋友和動物辦 培養他們欣賞美的能力 情緒發展 情緒表達方面 我們為了使小朋友能夠表達自己的情緒 老師為小朋友設計了一張情緒表達 情緒紀錄表 讓兒童每天用圖畫和說話 來表達自己的情緒 目的是鼓勵兒童勇敢表達自己的情緒 這樣就能夠讓老師和家長更加了解孩子的心事 可能及時作出適當的輔導 以下就是幼稚園夏令班的一些教學活動花水 請大家慢慢欣賞 謝謝 Bora 謝謝 謝謝 來 Learn 為你看 me 貴子 來 中文字幕——YK 最后我们为了让家长更加了解 小朋友在夏令班所学过的课程 特别设计了一本评估小冊子 里面包括有主题学习网 小朋友在夏令班听过的故事 学习评估表 还有小朋友的学习照片 这本小冊子入场的时候已经派了给家长 家长可以慢慢地欣赏 好了 幼稚园后院班课程回报到这里完毕 多谢各位 以下我们请大家欣赏 四号小朋友的儿歌节目 请你猜一猜 请不吝点赞ım 俊适就在家长 在一圈里ları的地区训 最后一圈都是单亲的 看薪水 京都很明显 中文字幕 李宗盛 音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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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 音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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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楽